敬拔三印大经汇集本后 黄念祖 丙须知东 加持梅太夫人寿臣 念祖进城辞命 从印无时连功 下老居士所汇集之 无让寿经千步 申愿各地闻风兴起 印者无量 读者无量 发心获益者无量 宜广法师而回捷运 乃府经愉悦 而静忠学会 如佛同心学会 以继从简素食会 万国道德会 正义学会等 诸方善信先后发心 续印此经达三千步 予以见人之好善 谁不如我 法部孤起 障缘乃生 念祖所印千步 既有家母舅 南昌梅宫未知序 又有家月障 三台萧宫未知拔 而此次发心序印 诸公贤于念祖 略序梗盖 用至圣元 虽自为浅漏 然余意不可以辞 仅就见闻感想所及 供养大众 信垂茶烟 余闻连诗之 集成此经也 守蒙宗教聚策之大德 慧老法师 于佛前持经摄影 以之印证 既有禅宗大德 岳西法师 栗战树印 复有密宗大德 超义法师 协助流通 更有律宗大德 慈州法师 轻卫科判 并在即开奖 盛况空前 莲花寺 一层开奖全部 至于领重 课诵此经 则有吉乐安方丈 庙禅老和尚 并请山东女子年社 吴茜乡社长 再次开奖两月 而长期以此制客者 则有悟庙法师 本觉法师 与比丘尼新常师 发愿注解此经者 则有成著 蒙证佛教使之 庙州法师 其以十年经历 为此经述抄者 则有静中主庭 石壁山玄中四方丈 雪峰法师 庙学两师 与续壳法师 均为大学毕业 庙学两师 又均曾服务于 军政教育各界则也 而续工出家因缘 则伴有此经 当其幼年 即于吴师 信仰极深 中年发心学佛 吴师即以此经 受之曰 佛法非同小缘 宜先俗此 以赔善根 乃为半月 竟能备诵 吴师加勤猛力 为蒋镜中药子 联系达旦 凡四十日 农冬风雪 如火无温 听者讲者 聚望寒皮 续工玉器 敬业大成 为己 必喜世荣 劈替圆聚 现已弘法平经 群推其惠辩特出 皆此经 由于启之 以上所述 均为目前出家大德 与此经 有殊胜因缘者 自若唐宋以前 高僧民贤 受此战眼 获得灵感者 不可胜数 而现在居世中 得意此经者 有多可记 有树不信佛 因读此经 善根顿发 遂率眷属 同受归戒 最先刻读 最先承诵 最先应行二千步 于十五年前者 故批威将军 张公献成也 十年 刻诵此经 从未间断 且在黄阳山闭关 手写数本诗人 古西高林 鉴于少壮 李希元老居士也 多年成科 百药网校 因败送此经 数级顿抽 正信记起 判若两人 发愿进未来记 读此红辞者 黄正明女士 总而行之者 李明坤 梅格明 景明吕氏等也 诈读此经 欢喜赞叹 为己及能 背诵如流 从此归向佛门 自修敬业者 张抚清将军也 发心手写此经 预备将来影印者 则有萧公方骏 郭公哲云 李军广平 因诵词 而兼正信 或为日课 或能背诵 或除树杖 或增善根 则有屈善堂 下物名 王树中诸居士 虽向佛圣 为或图彻 咒欲此经 如凭德宝 则有冯姓元朱女士 树性净土 自卫以窥唐傲 及读此经 使窥往袭未得门禁 幽文无师讲解 乃知此法 顿该八教 原色五中 广大今生 念人欢叹 溃分于不能自已 则念主 与黄奴初中将 其从九居士等也 至于读诵此经 或读显孝 或获密意 而目所及 以南西蜀 亦有诈信诈疑 随人延转 或俗事无睹 或其诅将来 此虽浮原畏惧 善根荣有发实 若于原意 即为变读 绘本更为详参 望逞古说 亦存极度 则尽是波寻眷属 如来所谓 可怜民者 本经有云 若不往袭修复会 与此正法不能闻 有云 恶交懈怠及斜见 譬如盲人横处暗 予以见众生激感 各个不同 善根不可思议 业力意不可思议 我佛以屡言之意 念主出货此本 为皇错意 待收集五种原意 足以批读 使之此经 非特为净土群金之纲要 而且于世道隆屋 国运兴衰 有绝大关系 又检三家结会之本 详长护教 亦恍然于 无师弘法救世之苦心 与惠及此经之精盛 实非前世寡学所能梦见 一乎知述大德 先后倡导 赞叹 不谋而同也 善呼审善登居士 曾著报恩论 近代佛学界特出人物也 之言曰 静宗之妙 在不离佛法 而行释法 不费释法 而正佛法 此经背世 一正庄严 修辞为此而外 实如前把所谓 苦乐心愿 生佛感应之理 惨发尽智 显密信向 是理因果之意 该阔无疑 是以志向大圣者 在所必读 有心救世者 在所必红也 开自四风日下 人心献立 同业共感 捷运空前 群感窃夫 闲思挽救 然而 捷游夜城 夜游心造 遇回捷运 虚正人心 事风未转 捷运难回 苦因不拔 苦果难出 本经菩萨修辞以下 直至三十七品 凯切指示 着世 自苦之由 与出苦之方 深悲及词 重重毁灭 其间立序众生 以三读五恶之夜 遭辗转痛烧之暴 俨然为今日灾节写照 欲令众生 观果之音 喜心异行 改往修来 离苦得乐 故谷谨之持明 不明刚中 即昧往生正因 难受感应效果 事已本经 与礼佛献光之前 要复济世 佛所行处 天下何顺 日月清明 风雨已时 栽力不起 国风明安 兵戈无用 从得心人 勿修礼让 国无盗贼 无有愿望 强不凌弱 各得其所 以上十三句经文 盖法部异佛 佛部礼法 此经诵词处 及佛光照射处 更有如前把所云 果能受词读诵 必获开慧灭业 严授征服之效 普遍流通 时有一封一书 矫正人心之功 是以前卿开国 特仲此经 宫廷课颂 作为定律 故得人之自戒 上下相安 待乎末夜措颂 刚记日问 而青涩 亦颠覆谁之意 慧树有云 此经乃 七难消灭之真言 天下太平之秘诀 实为确论 非未言也 由亦日寇吃章 国都拨迁 林雇主席 离请海内唯一其得 须云老法师 主持法会 念主服务后方 信货归一 老法师尊尊告诫无人 亦以晚节修道 自他俱立 莫如潜心敬业 当代龙相 太虚大师 提倡建设 人间净土 亦曾响饮 此经文句 与福年师 汇集此本之身心 视线随意 而悲怨无疏 由事观之 无论晚节修道 与建设人间净土 莫不以此为根本阶梯 可断言以 此经多应一步 持送多争一人 即减少一分业力 挽回一分试运 所望弘法长得 优势贤达 合力提倡 普遍推行 述识史 赵真达俗 势力双荣之弃精 凡胜其色 信修不二之宝典 光明辩照 佛日常辉 则其前销灾祸 服役伦迹 效力之尾 将有非言可遇者 至本之徒 莫善于此 旧时之药 亦莫先于此 其朔俊艳 所见皆同 信物等贤士之也 更有进者 如来玄迹 此经独留 直识经者 皆可得度 报恩论云 人道一日不坏 则此经一日不坏 又为此乃 佛说一切经中 真实 原顿 了义 反乎此者 集结魔说 可谓大声疾呼 肯切即矣 切亦当来独留者 必为此本无疑 因其悖剧 诸一之常故 又复当之 弥勒菩萨 即受此经于佛 且曾发愿 于刀兵结中 涌呼众生 见悲华经 凡于此经 受此弘扬者 极为福德无边 弥勒菩萨 之所拥护 然必肯独肯红 方能与菩萨 本愿相应 因此菩萨受佛重悔 于此经典 作大守护顾 至于汇集缘起 及其重要意义 巨降梅皇两序 即大京和战中 威远皇君 为吴师入世弟子 梅公则与吴师 同游佛海 即四十年 南美北下 有若代华并至 相知济生 所言尤雀 详悦两序 再读本经 更亦了然 故吴代念祖复述 仍将大京和战 结印余后 身言俗谓 过亦无穷 切忘读者 加之一焉 秉须佳平 佛成道日 弟子将临 皇念祖敬拔 弟子众等 竟以应经功德 回师法界一切友情 此今所在 贤蒙辞光 肃献冤亲 同获谢托 凡有受持独送 硬血流通 罪障消除 福会增长 并愿天下和顺 日月清明 风雨已时 栽历不起 国风民安 兵歌无用 从得心人 勿修礼让 国无盗贼 民无愿望 强不凝弱 各得其所 共登决案 原正菩提 十方善性 贤同此愿 十方善性